在祁鈺縣雄谷農技中心实验所的稻田 种植的是特殊品种的抗热水稻 Amy Hokolo 这个有着灿烂微笑寒液的新品种水稻 可以抵抗极端气候的高温感寒环境 不影响收成 而这是研发团队搜罗全国的稻米品种 进行配种的成果 比较两种收成厚的稻米 左边是一般的稻米 右边是新品种的抗热稻 外表看起来没有太大的不同 却是农季催生下的农粮产业新成果 受邀参加实验计划的73岁农民 尝过新稻米的口感之后相当的肯定 日本在2023年迎来史上最炎热的七月天 高温干旱造成稻作欠收 影响市场供应 加上民众预期心理的囤货现象 导致很多零售商店和超市 都买不到平价百米 有些民众甚至改吃面食 日本六成的粮食仰赖进口 而稻米是少数可以自给自足地农作 有了新农季加持 在气候变迁的紧逼下 日本就多了确保稻米供应无余的筹码 除了稻米 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可可豆 也因为极端气候而面临减产的命运 北加州一家升级公司就利用细胞培育法 在实验室里将可可豆的细胞放入装有糖水的容器里加速繁殖 大约一周就能长出可可豆 而传统种植则需要六到八个月才能收成 全球四分之三的可可豆种植集中在西非和中非 光是2023年巧克力产品的销售总额就超过了250亿美元 约合台币八千多亿元 极端气候导致的干旱和高温造成可可豆产量大减 市场价格也因此飙涨 另外可可豆的种植衍生的长期问题 包括劳力 同工剥削 环境危害和灌溉用水的耗费等等 而实验室可可豆的问世或许提供了解方 这些经过改良的可可豆可抗宠害 生产的过程也减少碳排 可作为巧克力原料的替代品 德国的巧克力商则从橄榄 燕麦以及海藻萃取成分 利用发酵和烘焙的方式 这些成品可作为巧克力加工原料的替代品 继人造肉之后 实验室可可豆再度掀起了 另一波的食品变革 公事新闻章属分编译